第610章 风雷之意 成 风雷之力要同时掌握好 精髓就在于平衡 但是要让这两种狂暴的力量保持均衡 这又怎么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好在叶西文之前就有一定的经验了 也提炼出了一定的风雷之力 何况这头风雷魔胶磨合之中的风雷之力也是平衡的 不然的话 那头风雷魔胶自己就会自爆而死 饶是如此 他在吸收风雷之力的时候也得是小心翼翼 而在这个时候 他也在运转着恶魔之意的功法 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了一对黑色的羽翼 一旁的那堕落天使族的少女 有些奇怪的看着叶西文 他身上的羽翼上的魔器简直不是一般的纯粹 比他们这些魔族还要纯粹无数倍 这难道真的是人类 不过他从来也没见过人类 只在一些典籍上看到过关于人类的记载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符合正常的情况 叶西文身上的恶魔之意上的魔器越来越浓郁 周围的魔器也如同河流奔流到海一般涌入到他的恶魔之意上 让他的恶魔之意越来越清晰 每一根羽毛都能见到 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不同于一般的魔器的那种包含着暴力 阴邪等等负面的感觉 叶西文恶魔之意上的魔器 却感觉是堂堂正正的至阴之力 这就是被叶西文身上的神性日复一日的洗礼的结果 阴的极致就是阳 阳的极致也是阴 融会贯通就是混沌之力 而在这个恶魔之意上 渐渐的一缕缕风雷之力正在诞生 没有着急着要将这全部的面积都占领了 只是一点一点蚕食着恶魔之意 等到全部的面积都被蚕食了 那么恶魔之意的第二层形态就算完成了 到那个时候叶西文的速度会更快上许多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整整三天的时间 叶西文都是一动不动的盘坐着 修炼恶魔之意的第二层形态 风雷之意的形态 死人类 臭人类 一边上的堕落天使族的少女 百无聊赖的踢着地上的石头打发时间 一边嘴里却不断的臭骂着叶西文 敢让本姑娘等这么久 看到时候你醒过来本姑娘怎么收拾你 堕落天使族的少女郁闷地说道 哗啦 一声巨大的雷电劈过天空中的声音 周围无尽的魔器 忽然像风了一般疯狂地朝着叶西文的方向 涌入了进去 叶西文恶魔之意上 完全被风雷之力覆盖了 山洞之间都是风雷声大作 像是一尊掌管风雷之力的神奇一般 哈哈哈哈 成了叶西文猛然张开眼睛 终于成了恶魔之意的第二层形态了 哗啦 又是一声巨大的风雷之声 暴响天地 无边的力量震荡了开来 一时间叶西文周围 飞沙走石 嗖 一声凄厉的破空声 叶西文身上包裹着风雷之力 直冲天际 刹那间就已经消失在云层之中了 回来 人类 你要去哪里 堕落天使族的少女刚刚才反应过来 她也没想到 消化了风雷魔胶的魔盒之后 叶西文的速度竟然会快到这个地步 之前叶西文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是却也比不过她 她境界就比叶西文要高出许多 何况堕落天使族本身的身法也是赫赫有名的 谁知道叶西文在修炼成了风雷之意之后 速度竟让会狂飙到了这样的地步 弹指间 叶西文已然飞出了数十里外了 在天空之中 魔云滚滚 被生生劈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在魔云之中修炼的妖魔 碰到这么狂暴的风雷之力 几乎是刹那间就被生生崩碎掉 哈哈哈哈哈哈 叶西文畅快的笑声回荡在天际之中 好久没有飞得这么畅快和肆无忌惮了 几乎要突破风的极限了 在他的身后远处 围在外围的那十来个魔族高手 只看见一团风雷之力从天空中闪过 只是正正的看着 根本没敢阻拦 就算是想阻拦 也根本没有实力 拦不住 而且他们根本没看清楚 刚才那是什么 那一团风雷之力是什么 难道是在这其中的风雷魔教 有魔族高手问道 顿时心中有些胆寒 他们心中自然有傲气 都是只差一点就能跨入大圣的人物 但是差一点就是差一点 和真正的大圣没有办法比较 尽管他们得到的情报是那条风雷魔教 只是刚刚跨入大圣 但是也不是他们能够相提并论的 尤其还是魔兽 根本没有什么理智可言 万一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他们给荡成血 使给生生吞吃了 既然这条风雷魔教出来了 就说明那个小子应该已经被吃了 不然的话 有人闯路 那条风雷魔教 焉能不注意 有魔族高手说道 嗯 我也这么认为 既然那个人类已经死了 那么我们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吧 不如去和殿下会合 却猎杀那些人类舞者 那些地方才是我们的战场 而不是守在这里当什么守卫 一个魔族青年高手不满的说道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那个阿修罗族的天骄 摩天不在 那么他就是这里地位最高的人 也是最有资格说话的人 那阿修罗族的天骄 沉默了一下 说道既然如此 我们留下来也就没有意义了 走吧 况且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圣境大城 如果不是逃得快 早就死在我们手上 翻不起什么大浪 见这个阿修罗族的天骄这么说 他们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们虽然是魔族 生性暴力 但是也并不是没有智慧 继续留下来 万一那条风雷魔礁一个不高兴 就将他们全部都给吞了 他们就哭都没地方哭去了 他们并不知道 那条传说中的风雷魔礁 已经因为参徒某人的美色 被包皮抽筋了 连魔盒都被人吸收了 不一会儿 这些魔族高手就都坐鸟受散 前往和摩天会合去了 叶西文在天空中又飞了片刻 极为畅快 莫得 他的身影在天空中停了下来 叶西文 这是好机会 你要逃走的话 现在可是最好的机会了 叶莫说道 这个堕落天使族的少女虽然做事有些不靠谱的样子 但是实力却是深不可测 叶西文在他的手上几乎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逃走了 叶西文沉默了一下 说道 还是回去吧 拿了他的好处 现在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还做不出那么操旦的事情 起码也要带他回去人界再说 叶西文身后的风雷之意张开 猛然一拍 就已经化作一团风雷之力 回到了那片山脉的上空 扫了一眼四周 周围竟然已经没有了那些魔族的埋伏的高手 现在叶西文是一点都不在乎了 恶魔之意突破到第二层之后 他的速度已经完全可以甩开这些人了 他们想追都追不上 不过神念扫了一遍 却根本没看见 估摸着大概已经撤走了 他几乎是神念一转 就已经想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撤走了 估计以为自己被山脉之中的那条风雷魔胶给吃掉了 所以才离开了 当即也不再管他们 收了风雷之意 落到了山脉之中 却见那只堕落天使小萝莉正蹲着抱着头哭 死人类 臭人类 叶西文隐隐约约之间 还听得到他的一些埋怨 大约是以为叶西文逃走了 顿时大哭起来 叶西文有些无奈了 到底哭个什么劲呢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大骂吗 果然女人是水座的生物 甭管是什么种族的 都是如此 别哭了 人家看到了还以为我欺负你了 叶西文开口说道 咦 你没走 那堕落天使小萝莉抬起头 满脸梨花带雨的样子 看到叶西文回来 有几分惊喜的神情 就是你欺负我的 还说要带我去人间 结果却说话不算数 我又没说要走 叶西文有些无奈的说道 这小萝莉到底是怎么修炼到大圣的 五道之心这种东西它身上有吗 这不科学啊 又或者说 真如叶末说的一样 有些种族确实是得天独厚 出生的起点就比人类不知道要高多少了 修炼到大圣境 对于某些种族来说 只要时间到了 就自然到了 毫无阻碍可言 想到这里 叶西文想想自己历经了多少厮杀 多少次死里逃生 才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也不由的感慨 这世界真他妈的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自己拼死拼活还在大圣境门槛外徘徊 而这小萝莉已经是大圣了 我出去都封一圈不行啊 叶西文为自己狡辩道 是吗 堕落天使族的小萝莉 有些狐疑的看着叶西文 显然是不太相信 叶西文说的出去 都封一圈的说法 刚才他可是 怎么叫叶西文都不听的 不过如果不是的话 也没有办法解释 他怎么又回来了 被堕落天使族的小萝莉 看得叶西文有些心虚 连忙说道 当然了 你是想去人界是吧 不过暂时我不能带你去 现在我在魔界这边 还有试炼的任务 我不能带你去 就像你们 帮助宣子 没 Selbst战 我听到还没让你 要去 陆